在20世纪初期绝对是男性主导的艺术圈当中 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出身名门 拯救了大半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艺术品 由此改变了艺术史 但是她的性格也是放荡不羁 一生有过400多个情人 两次婚姻 她就是佩奇古根海姆 当时古根海姆家族在美国的富豪榜上排名第二位 所以说佩奇古根海姆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 父亲死后 佩奇古根海姆继承了父亲的遗产45万美金 飞往了当时的世界艺术中心法国 从她最起初到法国的时候 就开始去资助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艺术家 她不但购买他们的作品 还会为他们去介绍资源 帮他们去推广 尤其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马赛尔杜上 对没错 就是用小便池改变了当代艺术的鼻祖杜上 佩奇曾经说 我现在懂得的所有关于现代艺术的一切 都是杜上交给我的 1939年二战开始了 在欧洲的艺术家 开始纷纷地低价抛售自己的作品 准备逃离欧洲 佩奇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每天收购一幅画 一共花了4万美元 买了125副作品 平均到每副作品只有320美金 这些作品当中 有毕加索 达利 玛格丽特 布朗库西 贾科梅蒂 夏杰尔 这些大名鼎鼎艺艺术家的作品 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佩奇挺会发国难财 在当时来讲 她所收藏的这些艺术品 是非常前卫和先锋的 有很多还具有实验性质的 根本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审美 在战争年代 大家都缺衣 少穿 各自忙着逃命 有几个人能像佩奇古根海姆 这样花这么多的钱 买了这样一堆破坏 这样到了1940年的6月 当德军攻入巴黎 佩奇跟着200万人 一起撤离了巴黎 把自己收藏的这些作品 以厨具毯子床单的名义 送上了一条货船 运往了纽约 好不夸张地说 这条船上真的承载了 半个西方现代艺术 佩奇与20世纪初期 很多有头有脸的男人 都曾经有过非同寻常的关系 佩奇中我们就要特别说说 他跟杰克逊·波罗克之间 除了常规性的肉体关系 最主要一点 佩奇绝对是杰克逊·波罗克的伯乐 当时波罗克正在佩奇的叔叔 所罗门古根海姆的美术馆 当游戏工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佩奇认识了波罗克 并且独具慧眼地 发现了波罗克 独一无二的艺术潜质 于是佩奇就让波罗克 为自己在纽约连排别墅的门厅 创造一幅大大的壁画 佩奇原本让波罗克 直接画在墙上 但是后来杜尚说 还是建议画在画布上 这样今后可以便于移动 所以在这儿 真的要给杜尚点赞 这幅作品成为了 波罗克放弃具象 在今后走向 抽象表现主义的第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非常的巨大 呈现出来的那种 整体感和韵律感 让当时所有看完这幅画的人 全都叹为观止 1948年 佩奇在意大利 维尼斯大运河边 买下了未完工的 18世纪维尼耶莱奥尼工 他把它当成了私人的住所 同时也把自己的艺术品 放在当中去展示 当时50岁的佩奇古根海姆 终于实现了自己 拥有自己美术馆的愿望 就这样佩奇在这里 在艺术品和自己狗狗的陪伴下 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0年 在1979年 81岁的佩奇死于中风 和他此生养过的14只小狗 一同长眠在博物馆的后花园里 佩奇古根海姆 从来没有用别人的眼光 去定义自己的人生 他不接受任何道德绑架 活出了一份真心情 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拉瓦乔 中国的宋徽宗 还有法国的莫迪雷阿尼 以及后来的安迪沃尔 他们这些人呢 在后世呢 褒贬不一 备受争议 但是他们如出一致的 在世界艺术史上 都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我是Sandy 在洛杉矶带你发现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